白白的地方調髮已經過度 沒有辦法把顏色吃進去 她就幫我梳一下 她的手就是我頭髮 這個 是她剪掉的 蛤 是她剪掉的 在我外面 我以為她剪的很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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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幾天我們剛好接獲了一個友人的電話 她就說她的朋友醜了一整個過年 那她想說哇也太可憐了吧 醜一整個過年 那我們就想說那好來問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她本身就是有白頭髮 然後她就覺得她想調髮 可是她又不想太淺 她本來想要染個鐵灰色 結果染出來變成一個粉紅色 然後還是超級不均勻 就現很多 就是除了色系不同 然後也沒有很均勻 我當下看到照片我真的也是嚇到 然後她也說是因為是她朋友推薦的 她就很不好意思 她就說不知道可不可以給別人拯救 那我就想說不行欸 我們一定要解救她 那我就是在拯救她之前 我是很想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因為她跟我說她其實就是 是那種應徵髮膜的概念 就是那個準設計師 其實她其實是找髮膜 所以她就收成本費 所以她是有付費的髮膜 我覺得啊 就是你們去當髮膜之前 即便是有朋友推薦你們去 你們一定都要再三的確認過 那個設計師到底適不適合你們的風格 或者是她到底擅長什麼東西 譬如說她現在是正在足光燙燃 你一定要去找她燙燃啊 你去找她漂頭髮幹嘛咧 她就不會漂頭髮 還有就是有可能是 她不是設計師 她是助理她要練習 她是在培養一個作品的階段 那她不一定技術是完整的 你就要先做好準備說 欸失敗是有可能性的 你必須要有承擔50%失敗的風險 我覺得這些就是 你們在應徵髮膜的時候 你一定要問得非常清楚 每一條每一條都跟她對清楚 大家在沒溝通清楚的狀況下 我覺得就是很容易造成消費糾紛 但我先在這裡跟大家講 那個設計師她是有退費的 她算準設計師啊 那她也是蒸髮 只是呢 說真的如果是我 我是客人 第一次去這樣子燃出 你知道Pink 我真的是會嚇風 我想說 OMG我好像真的不能再去燃 會出大事這樣子 就是在這邊就是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看過 你要找的人的作品 跟她一切的動態 你再前往好不好 你們看喔 上面呢 有一條一條粉紅色的那個 那就是我們猜測啊 設計師啊 是用角色洗 去做上色的動作 所以才會有這種不均勻的感覺 大家有看到白白的地方 就是一條一條的有沒有 這些一條一條的啊 她其實就是 她的漂髮已經過度受損 然後她沒有辦法把顏色吃進去 所以她才會這麼這麼的白 漂的過程 設計師有跟你說什麼嗎 一開始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剛剛講說我頭皮比較敏感 然後我們之前也有漂過 就是一般正常的頭髮 一般正常的頭髮 對不是怎麼自己用的那種 然後她是摸我頭髮就說 欸 髮子目前是沒有漂過的痕跡了 對她就覺得 她已經判斷妳可以漂頭髮 還懶完咧就是 因為我覺得妳顏色現在蠻可怕咧 因為妳現在顏色就是有 很多不同顏色 有粉紅還有紫啊什麼的 而且妳就完全沒有達到 妳想要的顏色 那當下她那個粉紅色 那設計師跟你說什麼 其實這過程是蠻坎坷的啊 就是漂完之後 她就幫我梳一下 她看一下漂的過程 然後她就梳梳梳發現 她的手是我頭髮 這麼可怕 很像神明的人那種 就是癌症患者那種狂暴掉 那就應該是漂斷啦 但現在也看得出來有一些 有一些斷髮 妳剛剛抓的那戳 這個 是她剪掉的 蛤是她剪掉 喔因為原本底下毛掉 不是 她說她漂完之後 她就想試試看說 我頭髮能不能染上去 我想要的顏色 然後她試了一戳 對她就試了一戳 這麼外面 欸不是啊 我以為她剪得很裡面 你們她 這麼外面 試這之後也太外面了吧 對 然後她有試了色 但上完色也不是妳要的顏色 不是我要的顏色 妳們溝通上圖那個灰色超級深欸 就大概差了十萬八千里 對啊她有問我啊 妳想要偏灰重一點還是偏藍重一點 我們今天一定會幫妳拯救到妳想要染的顏色啦 但是因為我真的也還蠻怕妳頭皮經驗感 因為妳那天染完也很可怕對不對 就是頭皮都... 對啊我今天全部過敏 其實她對我是蠻好的啊 她就如果說 因為當天頭皮的話不是非常好 她就說如果妳有去看醫生的話 喔她要付錢 我們先說她其實人沒有壞 她收服服是OK 但只是她可能調色狀況不影響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我們的拯救過程了 我們三個人去 只有一個頭髮是正常的 她是給另外一個設計師用的 喔是別人 所以她才是成功的 對 這麼尷尬 我不知道調是不是我們原本設計師調不清楚 因為他們去用調染機的時候 他們是一起去調的 就去後面調染機 我們真的覺得客人是蠻怕的 所以去後面調染機 然後出來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有時候染力不是跟 出來的顏色會比較不太一樣 呃 她中間變色的過程其實是看得出來的 像我們家有一些藍膏 她可能顏色是藍色 藍膏的顏色是粉紅色 就可能會想說 喔我們今天不染藍色 對不對 但我就會刮掉 有客人看說 喔是長大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客人蠻刷的 來髮 不是如果走出去還這樣不更刷嗎 我那時候已經有點微視爆自己了 然後頭皮又痛 我頭應該會是蠻痛的 巨痛吧 那時候頭皮好像自己是沒有知覺的 那妳以前補染也會 應該不會 就是比較會屬於過敏 就是頭皮像會癢癢的 妳應該是蠻厚膚的 就是她很厚膚的飄 我再一次跟大家講一下 妳過敏就不要給我飄頭髮翻絲了 我都要緊張 妳看我先傳個照片來 我想說這是什麼 哇很精采耶 這個好精采啊 感覺是要上爆料公司的那種等級 反正一分鐘也不會有這種顏色 那四次就這樣吧 我說粉紅色 對 妳也是個我很看得開欸 我還看到然後想說 哇她竟然戴了粉紅色去吃點點心 沒錯 然後在東區 反正大家好是差不多 就不會是太突兀的那一個人 也沒有吧 其實她很漂亮吧 事實上沒錯 其實妳們人蠻好的我老實說 可是因為我們在講說 我們是不是就是模特兒啊 所以就沒有想太多 對啦 真的超多人去當模特兒都會出事這樣 因為我們很多客人也去當模特兒 然後就會出事 我覺得她自己應該也嚇壞了 我老實說 也有有她其實對我還蠻愧疚 她還蠻自責的啦 我覺得大家就是再找模特兒 也是要先做好準備啦 去問好每一個客人到底要什麼 其實她都有 她該有的SOP都有 她也有問妳 她都有問 我就跟她講說 我的狀況是什麼 有漂過也有自己染過 然後她都了解了 所以她是不是沒有去問她生意師 要怎麼調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就是 漂完之後他們把我頭髮抓下來之後 他們只有四個人在開會 她開會開一個小組會 就是他們自己在我後面 就是我看不到 我也聽不到 然後她就在講 該怎麼樣處理我這個頭髮 然後她在洗完這個染劑之後 發現我這邊都沒有上去 髮根都沒有上 然後她洗完頭 然後我都要再幫我上一次 我不知道什麼顏色她沒有這麼說 然後之後就開始產生過敏了 就開始不舒服了 但的確漂完上的時候真的蠻刺激的 因為妳已經去角之外 然後妳再上一個高傷害的東西 在妳的頭皮上一定就是會不舒服 這很正常 就是大家如果喜歡漂的話就知道啊 很兇 但是因為我想說我有經驗 想說髮的經驗 我想說 好像沒有那麼痛 對沒有那麼痛 而且也沒有到跟想像的完全就是 就完全不一樣一對 第一我覺得技術有差 還有妳最近的狀況 例如說妳睡比較少 有洗頭 就是妳沒有沒洗頭去 因為其實有頭油是最安全的 但是因為大家都不會真的五六天沒洗頭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我覺得真的是不要不好意思 因為痛我們更不好意思 就是很尷尬 我們的客人是五六天都不洗頭來 把自己當成坐月子的人這樣 現在變成山色了 有看到了 所以不用緊張 ok 等一下沖掉也不會消失 只是可能 妳在比較爛的地方 它就會比較淺一點點 那我們就是會再給妳補色系 妳回家就可以撐很久 它是補在頭髮裡面的顏色 因為像漂過的髮指 它就是這根漂過 然後就是動動動動動 然後射出去會從這個洞跑走 然後補色系就是再把填充回去 開始的概念 但是要在油軟頭髮跟漂白的狀況下 才可以用的東西 不然它就是洗開心的這樣子 我還是要把妳比較深一點點 因為妳說妳這個啊 髮質決定褪色的程度 ok 妳現在的髮質可能每天人家剛跑完是 我們一月份跑的話 是maybe三個月 所以這個就可能是一個禮拜 妳們如果是染同樣的顏色的話 妳們的落差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頭髮太爛了 妳現在真的尾巴比較綿 然後妳一定要吹起來 不然妳頭髮真的去當兵喔 好恐怖喔 先威脅妳啦 好 可是還在可救範圍就是妳就是繼續護 因為我現在蘇顏都有斷妳的頭髮 所以妳比較緊張 妳差不多已經停止 斷的狀態了 我都不敢輸我頭髮 不行妳要輸喔 妳要輸喔 抹完髮乳再輸 但一定要輸 因為其實啊 打結就是像那個保險球 它就是一個結之後再打一個結 一個結再打一個結 所以不輸其實會更嚴重 我想說是減少它斷掉的感覺 沒有沒有那會斷更多 因為它們會重複打結 因為頭髮很細啊 是 因為妳現在的髮實在是像一個 綿粉泡水的概念嘛 差不多是這麼形容 沒有我沒有要攻擊妳 那我形容給妳聽 因為綿粉泡水之後 是放在一起它就會怎樣 一坨 所以妳都不把它輸開 它就會更結啊 更結完就是斷光 好 很會形容 好可以 完全可以理解 像我 你看我現在換完也都會輸開 只是妳就是對它比較溫柔的輸 但其實沒掉有多少啊 OK 梳頭其實也幫妳 幫妳把那些已經死亡的朋友們 帶離開妳 那就沒關係 她會再長毛癩 她還是長頭髮的那種 我就很害怕說 我會毛囊已經死掉了 不會不會不會 喔不會嗎 毛囊蠻難死的 OK 我害怕就是毛囊死掉 然後就沒辦法再長頭髮了 不會 但妳頭皮水一定要狂噴 但看得出來它現在它就是受傷了 就是就是繼續噴頭皮水啊 讓它保濕 我覺得它反正就是一個修復期 就像妳現在有一個受傷的傷口 它需要結結 然後再慢慢脫掉 那妳現在這個頭皮靴 其實妳已經快到最後一階段了 因為頭皮靴就是快好了 喔 對 只是現在就會比較猖狂 真的啊 很恐怖欸 就是會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很正常 然後我想說洗完頭為什麼 怎麼好像更乾的感覺 一定的 一定的 因為洗完會繃 所以妳洗完一定要噴頭皮水 妳現在頭皮就很像那個啦 妳去用濕港 然後沖浪八天這樣 它頭皮靴也是蠻嚴重的 對啦 妳現在就是那樣子 好想洗完以外 所以還是要先洗完去 我買睡眠 也要有一個能力 可以洗完會 我買去洗完會 結束休息 不是 那樣子 我買了 很久好 那樣子 會了 不是 好我們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妳今天覺得如何? 我今天整個過程當中 我的頭屁完全沒有不舒服的感覺 真的不舒服 上次好舒服很多 顏色咧?顏色喜歡嗎? 顏色是我喜歡的 不然就想要臉色 終於 我真的想要臉色 對 對我終於達到期望了 今天要開心很多吧 趕出門去拍照 好今天的感受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我覺得今天的拯救其實就是蠻簡單的啦 因為當初我在看他漂過我的圖片 我覺得他其實漂得非常乾淨 所以其實直接上色就可以了 可是因為可能他出現了一些頭皮狀況啊 然後斷髮的狀況 那就導致那個設計師是有點慌了手腳這樣子 我的猜測是他用了角色洗髮精 然後洗完之後沒有到非常的均勻 所以導致後面變成這樣粉紅色的狀況 就是他的顏色也不理想 然後均勻度也不理想這樣子 但是呢也順便提起準設計師一句話 當發生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客人看的第一眼是顏色 雖然頭皮會不舒服什麼的 但一定有更多的方法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我發現即便在這樣的狀態下 客人還是希望走出去是漂亮的 溝通上這一款 客人也要準備好很多很多你想要的照片 跟很多你的想法 那如果他真的還是做不到 那就真的要換別家 可是如果在溝通不良的狀況下 其實是最容易發生失誤的 不然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染髮是不太容易會有什麼失誤的狀況 我們店裡啊 如果是要漂髮啊 或是要解髮 做一些比較有爭議性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是會簽切結書 並且跟客人真的是完整的講清楚這個狀況 而且我們也希望客人可以遵守我們的規定 例如說不要洗頭前往啊 不要熬夜啊 如果這些你都知道 可是你卻沒有做到 那就是客人要負責這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對設計師也太公平 這些買賣關係才會更好 挖這個油脂的創作者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